2022年到2023年的冬天 美国迎来了40年最冷的圣诞节 每每游戏地区直接降到零下57度 造成至少62人死亡 灵难者当中有准备回家过节的医疗人员 有出门去买牛奶的新手爸爸 还有一个是当天生日却直接没有回家的男子 这些惨况被称为是一代人只有一次的 世纪暴风雪 因为体育比赛都取消了 因为体育主播他被迫要到暴风雪中连线 他厌世到不行的发言也是直接爆红 有好消息 还有坏消息 有坏消息是我现在还能感觉到我的脸 有坏消息是我希望能够 前面说的都是前所未有突破纪录的状况 甚至有人说这场暴风雪是炸弹气旋 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暴风雪到底多严重 电影明天过后的情节会真实发生吗 这样极端的天气事件还在哪里发生 又会怎么影响台湾 哈喽 去你的news我是Sindy旅 北美从接近圣诞节开始 各地的温度都低到不能再低 从美国德州延伸到加拿大魁北克省 总共有一亿人受冻 基本上温度都是从零下开始计算 最夸张有到零下57度 最少超过60人死亡 在这些地方所有东西只有一种颜色 叫做白色 因为白茫茫的一片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到 能见度是零 没有夸张 蝉雪的速度完全赶不上积雪的速度 只要一个晚上门行的积雪 就可以超过一公尺 家里的大门直接打不开 另外交通也是完全瘫痪 因为很多车辆开在路上 视线不良造成多起连环状 下载政府赶紧颁布 就禁止开车令 飞机的部分则是有一半以上的航班都取消 以为亲娘错过了自己的婚礼 以为七宝爸原本要去接受心脏移植 也因为航班取消 只能流着泪把心脏让给别人 不过以上这些都不是最残忍最难过的 因为暴风雪太过严重 很多人都失联 最后他们被发现城市在各种地方 可能是卡在雪堆的车子里 路边的人行道上 街角附近的雪堆当中 也因为暴风雪导致大规模的停电 很多人是直接在家里冷死了 有一个22岁的护理师 他准备回家过圣诞节 但遇上了暴风雪让他被困在车子里 他打了很多电话求救 但完全都打不通 最后他传了简讯给家人说 他很害怕想睡一觉 殊不知那就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还有一位是即将迎接 第一个孩子的新手爸爸 释放当天他准备要出门采买杂货 但是怀着孕的妻子很担心 叫他不要出门 但是还是冒险开车出去了 最后民众是发现 他在雪地里僵硬的躯体 当老婆再见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在医院认识的现场 而他们的孩子 永远没有机会见到爸爸了 最令人唏嘘的 绝对是这位在生日当天出门 却複惑被冻死的男子 那天他在恶劣的天际下 冒险出门要前往商店 没想到就此失踪 家人都在家里等他回来庆生 但怎么等都等不到 一直在想他到底去哪里了 后来大家找到他的时候 只看到他脸部朝下趴在雪堆当中 这一趟出门 生日及继日 也让家属难以承受 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电影明天过后的剧情 好像真实上演了 在电影里刚开始指 日本下冰雹 洛杉矶出现冷卷风 后来暴风雪来袭 气温极降 苏格兰飞行员冻成冰雕 暴风雪经过的地方也是瞬间解冰 跟这次美国的暴风雪一样 白蠻蠻的一片像是冰河时代 如果不特别讲的话 你看得出来刚刚这些画面里面 哪些是电影 哪些是现实吗 这次北美的暴风雪不是寻常的风雪 而是一种被称为是 揍墙暴风雪或炸弹气旋的风暴 因为北极震荡的关系 气旋南下到中纬度 温度急速下降 有可能会在短短几小的阶段内 下降超过11度 其极地气旋 2021年也发生过 当时寒流深入到了德州 气温比正常水平 比较将近摄氏5度 至少250人被冻死 也让各地严重受损 讲到激动的天气 其实美国有个小镇 叫做Prosper Creek 归在阿拉斯加州 这个地方曾经创下 比零下57度更冷的温度 就是零下62度 也是历史最低温 真的太难想象 这样的地方怎么住人 这个小镇在1974年的时候 人口最多有2万多人 主要是为了建造管道和修路 而设置的零食小镇 住的大部分都是施工工人 他们说最害怕的就是天亮 因为要离开温暖的被窝 而他们最期待的就是早点收工 因为可以交个地方喝点烈酒 取暖 取走寒气 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Prosper Creek小镇 只要一到冬天 就会被大雪覆没消失不见 只有在夏天的时候 才会比较多人 透过路标发现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个地方好神秘 后来工人们在做完工程之后 便完全撤离了 因为真的太冷了 住不了 美国平均每几年 就会看到一次的暴风雪 但随着全球气温上升 风暴变得更加频繁 而且每次威力会更大 美国国家气象局就警告 从2023年开始 吴大湖地区将会受到 大雪、洞雨和严重雷暴的袭击 不过与此同时 一样是在北半球 目前应该是要在过冬的欧洲 竟然热得要命 冬天高达了25度 直接创下冬天最热记录 这样讲大家可能还没有太大的感觉 简单举两个例子来说 德国阿尔卑斯山北侧 海拔1300公尺的地方 这种这个时间应该是零下2度 但现在竟然是12度 而法国今年有一磅以上的滑雪场 都是直接关闭 因为没有雪可以滑 你说夸不夸张 但不只是美国 全球其他地方也出现了 情或异常的状况 光是去年上半年 全球各地相继传出了 7起以上的极端天气事件 包括暴雨、洪灾、热浪还有野火 从3月开始 印度北部就发生了罕见的热浪 将近50度的高温 创下122年来新高 4月 南非降下破季路豪雨 引发60年最严重的滑雪流 到了6月 印度东北经历了122年来 最严重的世纪恒灾 超过470人被迫离开家园 同时间日本连续9天气温超过35度 创下147年来全新高温 7月 夏季的欧洲热浪引发野火 超过千人罹难 上万人撤离家园 这些事件都是前所未有 而根据状况气浪局说明 极地气泉南下确实有影响到台湾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美国暴风雪发生的时候 台湾也刚好经历了一波寒流 由此可见 这样的状况确实是会互相影响的 未来如果再发生极地气泉南下 台湾有没有可能越来越冷呢 气象局不否认不排除有连带关系 那我自己是觉得 这几年春夏秋冬的交界 好像越来越不明显 也常常很热或是很冷 这些都在告诉我们 不要忽略地球给我们的警讯 极端天气似乎越来越常见 不断有科学家怀疑 是不是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 加剧了极端天气的发生 靠用一句明天过后的台词 这一件件天灾忍惑的发生 那我们在面对大自然摧毁的同时 不得不深切感受到人的难能可贵 对那以来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任意地损耗地球资源 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让我们错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 Safe as many as you can Tune the news 我是新的旅 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 也不要忘了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或追踪我的粉丝团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